为什么说当你把草莓种好了之后 种其他的瓜果蔬菜都手到擒来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草莓作为一个草本植物 特别容易得各种的病虫害 而你一旦把草莓种成功了之后 像种这些简单的叶菜 闭着眼儿就能给它种好 这个是我们12月底种下的油麦菜 这个是小青菜 这个是小白菜 小白菜没有吃到现在也开始抽檀了 这个是用我们羽花园的长条种菜盆 用我们羽花园的机制 然后用我们羽花园的肥料种出来的菜 给大家看一下 用这样的长条种菜盆 种出来这样一颗颗的青菜 基本上就没有管理过 更别说打药了 在自己家里面想种这样的比较健康的蔬菜 你可以试着用这样的长条种菜盆 用我们羽花园的机制 再用生物有机肥 种下这一颗颗的青菜 我估计四五颗能炒一盘吧 这油麦菜长得更好 大概有30公分的高度 现在这个季节吃火锅是非常哇塞的 那这个蔬菜是怎么冲的呢 它其实就是把这个机制做好了 底下埋一定的底肥 然后把种子子拨在这里面 现在是冬季 在温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 大概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 而在春秋季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夏天的话一个月左右就可以了 所以说如果你也想种出来这样健康的蔬菜 不妨自己也种一盘 试一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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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